另外我有个学生一子善梁医生 刚跟我讲他有个实现了的小小的医术 就跟大家分享 梁巨超帮手说些 大家过了五十的时候 九成人都会有肩周炎 如果利貌就是 可能活不过五十就没机会 九十,九个百分钟 你过了五十岁都有的 或者七十岁才有 那看医生就比较辛苦 又是针灸按摩都不好 那我们已经有十五年的实验 现在得出结论了 包好,不用钱 只要你做就行了 很简单,快的就三个星期 慢的就三个月 百分之一百会好 不需要一分钱 好了,现在我们做 很简单的 就是手一拍,就这样拍手 就这么简单 今天我们手一三三三一 十二经络 六条经络就是这个手 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 基本上有九成会好 肩周炎百分之一百会好 最初如果厌重就这样做 很厌重的救人就这样 有些更加厌重的 好了,你拍到最后 就这样,手伸直去 一定是直的 如果你的体力足够 就脚增尼迫 扣起 保持的,不动 这样做 我现在做了,打下来 很简单 连大婢都打完 整个大婢发滚发热 手是在着苦 那次就是了 先做三十六下 接着就松开头头 如果你觉得自己精神体力足够 你再做三十六下 如果都很够的话 再做三十六下 但够了 不要超过一百零八下 因为有人做超过一百零八下 一次过呢 是伤了过六 就是饭呢 一日吃一碗 可能一餐吃一碗 就没事 一餐吃十碗 可能就胃病了 好吗 就这么简单 很简单 记得脚子很连连 下面要打下来 打到脚大腿轻了 就好了 大家记得要练了 不要做多 三十六下 记得要停一停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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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